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腹食之间在有稍微的时间间隔 这样可起到饭后升糖缓慢的效果 关于糖尿病患者的用餐时间 如果患者只是单纯靠吃口服药来控制血糖的话 其用餐时间相对比较宽松 患者可以自行安排 但原则上还是要一日三餐按时进行 两餐的间隔时间不要太长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每天下半号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饮食的那些事